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iMyFone台湾频道 随着谷歌官方举行的2024开发者大会 正式推出了安卓15的版本 很多原本使用iOS的用户也想体验最新的安卓功能 但是iOS转安卓,LINE对话和资料怎么办? 一般像三星或者是Vivo这种安卓装置 会提供同系统的数据传输功能 但是如果想要跨系统将LINE、iOS转安卓的话 就会比较困难 不用担心,今天影片将会和你分享 如何将LINE、iOS转安卓 即使是最新的iOS18和安卓15也能支援 iPhone转安卓LINE前 你可能想要知道哪些资料是可以转移的 哪些不可以 根据官方资讯,我们提供了以下图片 展示了哪些资料在你移动账户后 会跟随iOS图安卓LINE的转移过程中保留下来 确认iPhoneLINE转移安卓的资料支援类型后 你可以先转移前 先备份LINE 以免在传输过程中出现任何的问题 造成无法挽回的数据丢失 方法一 iOS安卓LINE的行动条码功能 如果你想找LINE聊天记录 iOS转安卓免费方法 那你可以透过官方提供的LINE移动账号功能 进行LINE聊天记录转移 但这种方法仅能够移动近14天内的聊天记录 打开iPhone装置上的LINE 点击右上角设定 选择以行动条码移动账号 然后打开安卓装置上的LINE 点击登录 选择使用行动条码登录 扫描行动条码 然后扫描iPhone装置上的行动条码即可成功转移 方法二 LINE iOS安卓移动账号功能 先在新的安卓装置上打开LINE 点选登录 选择透过Apple积蓄 并输入原本的Apple ID的账号密码 然后装置将发送包含验证码的讯息到你的旧装置上 在旧装置上确认并进行移动账号认证 即可将iOS数据转移到安卓装置内 方法三 另存TST文本将iOSLINE转安卓 但这种方法只能查看 无法直接转移到安卓LINE上 打开安卓装置上的LINE 点选想要转移到的对话 点右上角 三 形状图标 下拉找到设定 在设定窗口内找到传送聊天记录 之后可以选择想要分享或是保存的方式 方法四 透过LINE转移工具实现LINE iOS图安卓 如果想要保留进14天内的所有LINE聊天记录 那你可以使用LINE转安卓LINE工具 iMyPhone iTransferLINE 一键将LINE iOS图安卓 点击说明栏中的连结 下载并安装iTransferLINE 将安卓和iOS装置都连接到电脑 确认原装置和目标装置后 点击开始 按照电脑提示 输入iPhone装置锁拼密码 软体会在目标装置中安装旧版本的LINE 点击装置上的还原我的资料 然后确认完成 在目标安卓装置上下载最新版本的LINE后 点击下一步后 输入相同的账号 软体就会开始将iOS转安卓LINE资料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最后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会随时分享更多LINE转移相关的小技巧 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我交流 我也会一一回复大家的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